李明哲案于2017年11月一审宣判 有关刑事判决的法律文书 已经依法及时送达了被告人和辩护人 李一未提出上诉 李明哲入监复刑以来 监狱方面严格依法依规 保障其健康通信等权益 李身体状况平稳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监狱方结合工作时机 在疫情期间暂停了所有罪犯亲属的现场会见 根据生肖刑事判决 李明哲将于近期执行五年有期徒刑 期满依法释放 有关方面 近日将安排李明哲返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